瑞芯咖啡正在悄悄的逆袭 3月2日瑞芯咖啡公布了2022年第四季度及2022年的财报 财报显示2022年瑞芯的总净收入为132.93亿元 同比增长66.9% 美国会计准则下全年营业利润11.56亿元 营业利润率为8.7%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瑞芯咖啡首次实现了营业利润为正 正是瑞芯咖啡首次总净收入超过100亿元 同时瑞芯咖啡还是中国最大的咖啡连锁品牌 实际上经过了造假风波之后 瑞芯咖啡被纳斯达克摘牌 其后市场关注的焦点一直是在巨额的和解金 以及董事会的内斗上 也是因为这场造假风波给瑞芯咖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使得这家非速登幕资本市场的咖啡品牌一度站在了破产的边缘 2020年的7月5日瑞芯咖啡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 创始人陆振耀用了自己的超级投票权 将自己含有刘二海 李辉 赵孝恒一起罢免 参与造假风波的一众高管全部出局 这也为后来瑞芯咖啡的重新出发扫清了藏碍 同年7月14日 郭锦衣被任命为董事会主席接CEO 在此基础上瑞芯董事会又增加了 刘峰和茶阳两明星补董 这样的配置背后有媒体认为操盘者大概率的还是陆振耀本人 因为董事会的成员大部分都是陆振耀自己提名的 前之夜与陆振耀的淡初为瑞芯咖啡赢得了喘息的机会 也为后来的股权输购奠定了基础 随着造假风波的淡化 瑞芯咖啡也在发展中寻找解决造假带来的后遗症 2022年初瑞芯咖啡以1.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4亿元的代价和SEC和解 和原股东大政资本牵头的买方财团 也从沐正耀前之亚关联公司收购总计3.84亿股的A类普通股 成为瑞芯咖啡的普通股股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 瑞芯咖啡的粉丹的价格已经从2020年的0.95美元上涨至了28.01美元 总市值通过了70亿美元 有相关人士向媒体透露 瑞芯咖啡有可能在2023年重返纳斯达克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瑞芯咖啡也走出了谷底 对于一家中国的咖啡品牌而言 能够走到这一步实属不易 根据瑞芯咖啡披露的财报显示 2022年瑞芯近新开门店2190家 相较2021年末 从比增长了36.4% 截至2022年四季度末 瑞芯咖啡的门店数量达到了8124家 此外财报还显示 2022年瑞芯咖啡的月均交易用户为2160万次 同比增幅达到了66.2% 从当下的结果来看 瑞芯咖啡已经走出了谷底 且财务的数据也已经明显的好转 未来重新登陆大斯达克 似乎也没有很遥远 但是相关一些变化也值得要注意 首先从门店构成当中来看 其联营门店数量超过了2550家 占比31.1% 也就是说除了直营门店之外 联营成了瑞芯新的增长密码 而开放加盟 未来也可能会成为瑞芯咖啡进一步扩张的另一张狼牌 但是缺点就是质量以及管理的问题 未来可能会成为隐患 其次因为瑞芯咖啡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量级 它和新巴克之间的战争无可避免 根据业内人士透露 新巴克和瑞芯的战争已经烧向了供应链 未来面对新巴克的冲击 瑞芯咖啡该如何接招呢 不过从当下的现状判断 瑞芯咖啡已经牢牢的占据了20元每杯以下的一个市场 从新巴克之间形成了一定的价格差 这也给瑞芯与新巴克的竞争提供了缓冲地带 最后相比于扩张与重塑 瑞芯咖啡当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返自己的市场 如果顺利 那么瑞芯咖啡才能够在更高端的维度和新巴克之间进行竞争 否则瑞芯咖啡很难越过高东华的比较